加油!加油! 過去一年香港社會風雨飄搖 投資氣氛顯著受挫 連帶樓市都大受影響 臨近年尾就和大家回顧一下 2019年的樓市走勢 2019年我可以用一個斧頭射尾 樓市頭半年 無論成交、量和價錢都做得很兩偽 但下半年隨著中美貿易戰和社運動的升溫 令到樓價和交投量都有所下跌 上半年來我們看二手是非常旺 平均每個月都有4000宗的成交 一手方面亦平均有接近2000宗的成交 但踏入下半年 我們看到成交量受兩件事件明顯下降 二手方面平均每月的成交量 由4000宗回落到3000宗 至於一手方面 由接近2000宗回落到1200多宗 至於樓價方面 上半年我們看到的升勢非常凌厲 我們看到到六月樓價比年頭 升了10% 但隨著中美貿易戰升溫和社會事件之下 樓價在下半年跌了約6-7% 令到全年的升幅收集到3% 今年樓市大部分時間均由一手市場主導 頭半年樓市延續2018年的升勢 發展商的新盤定價都比較進取 但六月之後反修例風波出現 樓市氣氛驟變 一眾發展商為求去貨紛紛調低新盤售價 下半年一手盤開價普遍處於二手市價水平 甚至更低 求量不求價的策略 雖然有效令今年一手單位銷量按年升21% 至到約19000伙 但總銷售金額就按年下跌至約2040億水平 按年跌9% 至於明年樓市的走勢 無論在成交量和樓價 我們的看法都是樂觀一點 在成交量方面 在二手方面 我估計可以達到47000宗 比在去年的41000宗 有所上升兩成左右 至於整體的樓價 我估計會升5% 因為我始終看到 第一個市場的光衰仍然非常強勁 息口持續都是低期 以及最主要的私樓供應量 是陸續未到位的 而是看到需求在大國供應之下 令到樓價是有所支持的 亦都估計希望社會事件慢慢平息的話 亦都令到入市信心會有所增強 我相信第一季樓價仍然會有所壓力 可能仍然有個微調 在一月份 可能跌1%或者2%左右 但至於過了二月之後 我相信累積的購買力 如果在社會氣氛穩定下 就會陸續釋放出來 會出現一個小陽春 到時樓市我相信就會轉勢 就會去到一個上升的軌道 因為我們看到這幾個月下半年 除了11月的交頭是正常一點 其實每個月的交頭都是比較偏低的 但代表那些准賣家不是不買樓 只不過是觀望著 一個合適的氣氛 一個比較緩和的氣氛之下 這批准賣家我相信仍然會出來 這個契機就可能在農曆年後 報少明又認為 政府放寬按揭保險樓價上限 能夠幫助上車客和換樓客 在二手市場入市 令部分購買力 由新盤市場回流到二手市場 有助支持明年二手樓市表現 他估計 明年二手成交量和成交金額 都可以錄得升幅 分別按年升約14%和15% 至47,000宗和3,800億水平 一手供應方面 據美聯統計 明年新盤市場 預計會有超過27,000個全新單位推出 各分區中以屯門及元朗區 和將軍澳及西貢區供應最多 分別有7,419火和4,651火 市區方面 西九龍及油尖旺區為今年的供應重鎮 有3,504火